话说赤壁之战后 魏延归顺刘备 进入川 汉中之战后 魏延被认为是川属阵营中的顶级将领 除了五虎名将外 魏延堪称蜀汉第一名将 其威望也领先于将尾 王平等人 但这样的将军 却在诸葛亮死前 想方设法除掉了他 三国之中记载 原言亦步北将尾而难还者 但欲除沙一等 平日诸江素不同 几十论必当以带亮 本指如此 不便背叛也就是说魏延本无谋反之意 却死于诸葛亮精心策划的马带之手 魏延真的应该被杀吗 诸葛亮临死前 就已经想好了除掉魏延的办法 把曹魏和孙吴都搞糊涂了 他怎么能亲手杀了这么一位蜀中大将 诸葛亮是不是疯了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非要除掉魏延 咱今天就来好好聊了 魏延的努力和贡献 早在魏延投降时 诸葛亮就想当着刘备 关羽 张飞的面直接杀掉魏延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魏延不忠不义 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杀了自己的主人 抢了他的财富 夺了他的土地 诸葛亮认为魏延的做法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当时诸葛亮还给魏延扣上一顶帽子 称为脑后有翻过 好在刘备马上为魏延说情 诸葛亮才饶了魏延 魏延从此形影不离刘备 在四川之战中 刘备也是率领魏延和黄中达的 魏延加入刘备集团后 便被刘备提拔 公元212年 刘备入川 魏延提拔他为衙门将军 赵云用了三到五年的时间才当上这个职位 可魏延一到刘备就提拔了他 不过这魏延也争气 被刘备为一重任后 在四川确实施立下了坚实的战功 庞统战死后 魏延跟随刘备攻下重镇罗城 后来又随张飞赵云成功包卫成都 帮助刘备攻取成都 拿下一重 公元219年 魏延再次经刘备提拔 直接由衙门将军升为汉中巡抚 镇北将军 他主要负责保卫汉中城和防卫北疆 魏延在接管汉中后 采取了措手诸位制方法 把汉中的城防工作做到了极致 在十多年的防御中 曹魏的兵马从未经过汉中城 从这个角度来看 魏延确实是一位好将军 他在刘备创业时期可谓是帮了不少忙 毫无保留 魏延是否真的应该被杀 事实上 魏延在朝廷中已经有了靠山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 魏延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名将 难道诸葛亮杀他真的是错的吗 事实上并非如此 首先 咱不能辅认魏延的个人能力确实非常突出 公元230年 魏延跟随诸葛亮北伐 打败了费窑 国怀战功卓著 公元231年 魏延跟随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诸葛亮当时实际上处于不利地位 与司马懿对峙了很长时间 但没有任何进展 于是诸葛亮派魏延率领高降 吴班等人出征卫军 结果卫军大败 司马懿损失3000余人 只得缩回了帐内 不出去和诸葛亮打了 魏延无疑是一位厉害的将军 然而 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军北伐时 根本没有战略上的突破 而诸葛亮自己也身患疾病 诸葛亮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便于扬移 将为马带等人商议如何在死前除掉魏延 然后讨论了如何退出军队 如何保存实力等相关事宜 而魏延被诸葛亮与偏将军马带商议后设计杀死 那么诸葛亮是否误杀了魏延呢 从魏延的表现和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评论来看 诸葛亮绝对没有杀魏延从来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魏延没有被及时杀死 整个朝廷就会一片混乱 魏延甚至会在朝廷中形成自己的势力 最终形成自己的效忠者 那么在蜀汉集团里面 谁是魏延的靠山呢 话说魏延十分尊敬是大父 但看不惯杨仪这样的妇孺 因此 魏延经常当众与杨仪干假 甚至在诸葛亮面前与杨仪对峙 这就是魏延做错的地方 正如孙权所说 魏延 杨仪乃数目小人 若朝中一日无诸葛亮 必将为祸 魏延的脾气确实很嚣张 后来蜀汉五虎大将相继去世 魏延便开始肆无忌惮 而且对于魏延来说 他一生都生活在诸葛亮和刘备的阴影下 这就造成了他有很强的逆反心理 从公元209年开始 直到公元234年北上 魏延在刘备集团工作了25年 一直受到诸葛亮的打压 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之后 此外 入侵子五虎的策略也被诸葛亮抚决 所以魏延总是抱怨自己不能施展才能 事实上 魏延早就与朝中的马素 高祥 甚至无义 吴班等人多有来往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当时诸葛亮让没有实战经验的马素去镇守接听 魏延为什么不反对 如果换作别人 魏延定会当场明确表示 他不能做 但魏延当时却没有丝毫表情 说明他和马素关系是不错的 另外 当时负责侧应马素的是高祥 而魏延也在马素的东南边 于是高祥 马素 魏延形成了三边战略 足以证明魏延 马素 高祥三人关系不通寻常 那么王平副将军呢 诸葛亮认为他很稳重 所以把他安排在马素手下当个监工 但马素根本不鸟王平 足以证明王平和马素 魏延 高祥三人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魏延除了马素 高祥 无意关系要好外 还有一个人叫董绝 他是蜀汉后期的尚书仆役 他和魏延是同乡 都是以杨俊平是县人 董绝起初是丞相府的总管 被诸葛亮成为粮士 这足以证明董绝确实是个人才 后来董绝升任尚书伯业 封南乡侯 最后成为尚书令 作为魏延少有的同乡 想必魏延一定会在春节期间私下联系 互相探望 走动走动吧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 两眼雷汪汪嘛 魏延和董绝关系绝对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魏延在蜀汉朝廷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支持者 诸葛亮死前决定将魏延连根拔除 从以上分析可知 魏延在蜀汉朝廷并非孤军奋战 前期刘峰和孟达可以成为魏延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刘峰和孟达早逝 魏延无法与他们深度合作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发时 魏延已经当众与杨一对峙 与此同时由于诸葛亮没有采纳当时魏延提出的泽武骨奇谋 他在工作上有些偷懒 魏延也经常在诸葛亮面前表现出不满 同时魏延又很孤傲 堪称蜀汉后期的小官员 此外如果魏延投奔曹魏 将是一种损失 如果魏延回到川中 则很可能扰乱川中的军事力量 毕竟成都没有人是魏延的对手 巫虎名将已死将尾的威望也不够 总之如果魏延不杀 很可能会引起动乱 诸葛亮就曾放话说 如果魏延不听从命令 执意进军 军队可以直接撤退 果然 魏延得知蜀军撤退后 迅速率军烧毁了蜀军撤退的道路 魏延得做出这一大逆行为后 马带果断执行诸葛亮的临终一命 在汉中城外将魏延杀死 遗憾的是魏延竟是死在了他自己 守卫把持了十多年的汉中城外 可怜可悲可贪啊